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上去比较合理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白天睡太久 晚上就会越来越清醒 也会越来越精神 时间长了 这种生活中模式就会固定下来 睡眠问题也就会越来越严重 白天普教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失眠带来的沉睡感 偶尔一次两次可以 时间久了 并不能完全代替晚年的睡眠 晚上周围的环境都处于安静状态 这样更有利于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 另外 晚上睡眠一小时相当于白天两小时 可见睡眠质量也是有差距的 白天在补觉的时候 如果睡眠时间过长 也会出现浑身无力 头脑发胀的感觉 而且 补觉时 人是处在浅睡眠状态的 属于无效睡眠 因此补觉是不得已的办法 不建议经常使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养生 关注本栏目 养生不迷路 感觉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